欢迎回到关天下新闻 限制中心路靠近大同路口的十几户人家 机车停在人行道上都常常被开单 从9月、10月到现在都一直接到很多红单 每户人家几乎都有一大跌的罚单 最多一个月十几张罚单 在接获了成型之后 7号这点早上市议员审发会服务处 就邀请了各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将会在附近找适合的地点来规划机车格解决这些问题 从袋子里拿出一张张的红单 居民说一部机车就被开了快十张 真的受不了 这里是汐止中心路靠近大同路口 只见不宽的人行道上 目前是停放了几部的机车 而一直以来居民也都是这么停 为了不影响通行会靠边边停 或是平放在路灯杆旁 只是9月开始狂接单 一整排住户每人一跌大喊 吃不消甚至有人一个礼拜就接到七八张 10月拆也收8张八张 而我们隔壁的20号也收五六张 一台电路 他买到有开的时候 我们就把电路还推翻了霍杆旁 就不停在我们家门口了 不过我们这边站帐的很多人 一张六百 我們如果說很死人 我們把他頂到我們不可以頂 但我們真的有一個正義 說可以方便一下 你門口放一個車子 讓我們這樣跟我們頂到方便 現在他們一個禮拜中 都收到七八頂紅床 因為收到紅床 差不多七點到十點 這時候都來開床 一個禮拜都收到頂上 盡量姐姐我們這個有被拆過也是很無難嘛 晚上被人家就是無意有意的 也不曉得誰亂撿起這樣 每天都來開好幾張 一台車子一天有開兩三張 他們都受不了 因為以前也沒有這樣的現象 你那個這裡機車都沒有地方放嘛 他放在自己門口 像我們那邊都放在電線桿的旁邊 也不會妨礙到人家走路 他每次來開那麼多的話 這個裡面受不了啊 紅單上寫著民眾檢舉 十幾戶都接到不少紅單 一張六百元 住戶接到怕 也群起向里長反映 還有一些機車 把他清開來 清開來之後呢 畫機車格 那邊也可以大概有十幾部的機車可以停放 就用這個方法來幫他們來解決這個機車停放的問題 當天會看之後也決定在中心路一向里頭找適合地方 劃設機車格疏解當地的停車需求 就成慧林希致採訪報導 我們正在後面找給他 然後就 accommodations